你真当我是傻子不少 你真当我是傻子不少 唐星人也是被逼的 他是刘荆国的六皇子 小的时候 被他哥哥丢到了天使国 说是为了打探消息 实际上就是不想让他回去 夺取皇位 也挺可怜的 所以呢 没有所以了呀 有你在 一个唐星人还能把天使国 闹翻天不成啊 再说了 他现在唯我马首是瞻 留着他 说不定还有用得到的手 好 苏苏啊 义辰兄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爹 陈先生正在给小女上课呢 我之前不是跟您提醒过吗 这陈先生啊 最爱半夜给小女子上课了 小女顽劣 一辰兄 好了 爹 您来找我什么事啊 正好一辰兄也在 爹来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下 这不过节吗 中元节 去修缮女神像一世 若你愿意 爹就带你去开开眼界 我当然 我当然不愿意了 这万一再磕磕碰碰了 我还要担责任 不去 你这丫头 待你又不是让你去干活 就是去看看 你不是天天嚷嚷要出去玩吗 怎么出尔反尔 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 好了 爹 说不去就不去 陛下 臣已经调查清楚 何苏苏是刘卿卫首领 唐星人是刘卿国六皇子 看来刘卿国 早已知道尼瓦玉玺破裂一事 才这么胆大妄为 将皇子都安插在天石城中 刘卿国兵强马壮 唯有修复玉玺 才能解天氏国之难 向其他三国求救 陛下放心 臣定会早日修复尼瓦玉玺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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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听说了没啊 陈先生昨晚给何苏苏开小灶 听说啊 学了一整晚哪 一整晚就他们两个人了 是啊 你听谁说的 没有证据不要乱说话 急什么嘛 就仗着你爹是三品大臣 我爹还是二品呢 就是啊 就算是授课 也不可能一整晚都在 就你会犯花痴 别理他 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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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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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是啊 我唯一是那个了 哦 对吧 和苏苏 秀月 老娘人 你还叫啦 碧霏 你敢打我 你别打他 让你打我呢 别打呀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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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了好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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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凭什么 吴才晨晨晨要做玩意 你够出一事 你快吗你 我不配你 行行 别打了 吃什么土啊 就你那长相 小时候被你最吃过了你 你叶了土 你长帮根茬 狗都比你叶得好 说什么呀 你又问你 再说一次 我说了 怎么了 先生每天晚上 都给我上课 见了我还躺一个 被窝里取暖呢 别打了 别打了 行 别 住手 先生来了 快坐 快坐 走走走走 门外已经准备好了 此次提炼所需的土壤和工具 三个时辰之后 我会公布此次提炼土壤的硬度 现在开始吧 何素素 陈先生 你不会生气了吧 我刚才是一集才那么说的 你知不知道 此番言论回的是你的清白 我管得了那么多吗我 深圳不派影子邪嘛 你要是没什么事 我就去提炼泥土了 何素素 若是此次出事你能夺得第一 我就让你去见女神像 可好 说定了 我相信其他人 ground 我愿意 要你呀 你不在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